當然特別愛吃辣 不過這一回日本天王福山雅治 來到臺灣宣傳新電影 居然在昨天晚上他的第一餐 吃的可是麻辣火鍋 而且這福山雅治 他不怕吃辣 還強調說這火鍋裡頭的鴨血 怎麼這麼好吃呢 不過他說他在這個來到臺灣的飛機上 有看到金城武拍的形象廣告 還說他跟金城武是好朋友 不過因為金城武有翻唱過福山雅治的歌 所以主持人就拱他現場 能不能夠輕唱一段 那麼照理講福山雅治是歌手 應該願意唱才對啊 可是他卻不願意 到底怎麼回事呢 一塊來看看 西裝打扮 帥氣登臺 日本天王福山雅治 來臺第一餐 就選麻辣鍋 第一次嘗試吃鴨血 福山讚不絕口 直呼臺灣人好親切 還透露他和金城武是好朋友 主持人拱他開金口唱歌 福山雅治卻露出苦笑 畢竟這回是宣傳芯片 福山雅治從六年前開始 飾演破案天才物理學教授 四十四歲的他為了維持體態 拍戲期間嚴格健身 每天只吃十二顆蛋白 他說高蛋白低熱量還有睡眠充足 就是他的不老秘方 這回難得來臺 但休息時間都在餓補這句中文 我是福山雅治 台灣 這個台灣 董人新聞 陳怡張軍委 SNG小組 在台北報導